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刚刚接触这个音乐 刚刚接触这个小提琴的这个艺术 我们就需要有练空旋 练音阶 音阶呢 有那么几位 有那么几本书 我们都需要用 有一本叫Galamian的音阶系统 还有一本叫Car Flash 这本Flash的音阶系统呢 在中国用的比较普遍 因为Galamian这一套音阶系统用的还不是很多 还有比较早期的会用一本叫Holy Molly的音阶系统 这个就是教会我们在纸板上面能够认识 也是对肌肉记忆的一种有相对的怎么说嘛 就像我跟学生 教学生时候教他们的 音阶就等于说我们走楼梯 一个一个的走 先要学会在每一个地方 这个每个脚步怎么卖 这个学会了以后呢 逐渐逐渐我们可以进入练习曲 和随响曲的练习 那这个就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了 可能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Paganini的24首炫技的随响曲 还有一个波兰的著名小提琴家叫Henry Winniowski 这位Winniowski的他写了八首独奏的随响曲 写了几首小提琴 双小提琴的随响曲 都是教学非常好 甚至于是音乐会非常好的教材 还有就是比较比这两个稍微容易一些的两本 有一个是德国的作曲家叫Don't D.O. 顿特 顿特呢 他有作品35号和37号 有趣的是它是35号的这个相对来讲 比37号要容易一些 我们中国俗称为小顿特和大顿特之分 这个大顿特就是作品35号 稍微难一些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两本都是一共有24颗不同的联系区 每一颗都会针对不同的技术 比如说连顿弓 比如说连弓 比如说双音 好 还有下面就是罗德 这也是法国 罗德 克罗财 这两本 克罗财有42条 罗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有24条 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 必须经过的一个系统 当我在教学生的时候 一般我都会听他们的音阶 然后还有听他们这些联系曲 再下一步呢 可能就是我们对我们很重要的 就是六首巴赫无伴奏的 这个曲目的书系 这个曲目呢 等于说是一个开创先河的一套曲目 这些曲目 因为巴赫这个人非常虔诚的教徒吧 他通过这个音乐 他从教堂的服饰当中 获得很多灵感 用这个音乐 他作为小提琴是个旋律乐器 他把它写成一个 把它的副调的那些灵感 全部都写在小提琴 是写给小提琴 对我们专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因为小提琴是一个旋律性乐器 特别是 他的第一第二第三首奏命曲 都会有副歌 都是其中的第二乐章 都是对我们来说很难应付 非常困难 在小提琴上来演出来表现 所以也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他的最有名的一段 第二帕提琴 族曲的第五乐章 就是著名的下空舞曲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国际比赛 都会要求独走巴赫的曲目 出现在基本上第一轮的国际比赛当中 所以这也是我们学生必修的功课 再往下呢 会讲另外一种类型的曲目 那就是show piece 这就是所谓的我们中国叫的炫积乐曲 这些曲目里面呢 就是充分显示左右手的配合能力 左手的迅速能力 功法的掌握能力 这一类曲目包括大家熟悉的 塞尔萨蒂的《流浪者之歌》 还有法国作曲家圣桑写过好几首 比如说他的《影子与回旋曲》 他的《Havanes》舞曲 然后还有 Rabel·拉威尔写的一个《刺钢舞曲》 还有肖松写的一个叫《音诗》 这些曲目都是在比较短的中型曲目当中的佼佼者 这些曲目是音乐会当中 可以自己表达自己感情 不像一个协奏曲一样需要大型的乐队 这也可以用钢琴的伴奏 再往下一类就是奏鸣曲 奏鸣曲呢 这些曲目呢 是我们也是必学的一些 奏鸣曲 从第一个维也纳学派来讲 海顿没有写过太多的小提琴的奏鸣曲 海顿的贡献主要是在《交响乐》 和《玄雲四重奏》 当然他写过一些有名的钢琴奏鸣曲 他对小提琴 对他来讲是一个 他没有写过太多的为小提琴所做的 但是莫扎特 其实很有趣提到莫扎特 今年我其实演出就是演奏全部的莫扎特 成熟时期的做的小提琴奏鸣曲 我一共拿了他的16首小提琴奏鸣曲 再下面一个可能就是贝多芬 贝多芬一共有十首奏鸣曲 我也是在去年的时候 搞过他全部的十首奏鸣曲 分为三场音乐会 再从德奥系统下去的话 再从德奥系统下去的话 可能有布拉姆斯的三首奏鸣曲 再加上他有一首叫Sanatas 就是一个奏鸣曲乐章 我们再讲一些德国的奏鸣曲 这个曲子是 这三个人献给克拉拉舒曼的生日礼物 非常有意思 但是里面只有一个乐章 应该是第三乐章吧 叫Skertzo 就是《灰蟹曲》 应该是 那首是Brams写的 所以一般演出的时候 都会三首Brams奏鸣曲一起演出 然后再加上这一首叫Skertzo 就是奏鸣曲乐章 好 我们再讲一些德国的奏鸣曲 比如说《理查斯特劳斯奏鸣曲》 这首也是非常 他写作的时代大概离开 他写的《堂皇》只有两个作品号的区别 这首小婷奏鸣曲一降一大调 有非常多的炫饥的机会 非常多抒情的机会 法国作品的话 那就我们有先讲到两位印象派的作曲家 德标西和Rabel 还有Franck和弗雷有做过两首作品曲 当然第一首《广为人质》 第二首拉的人比较少 当时比较晚期的作品 108号那首已经有比较少的人知道这首曲目 再说也写的比较奇怪 他那个时候呢 已经听力不是很好 耳朵已经能力不是很强 所以基本快要耳朵都聋 所以呢 可能也是火上受到一些挫折 所以音乐非常的奇怪怪蛋 还有有一个挪威的作曲家 叫格里格 就是写皮尔金特族曲的这位 他写过三首奏鸣曲 特别有名的是最后一首C小调的奏鸣曲 非常棒 好 再换一个形式 那就是协奏曲 这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形式 从协奏曲来讲的话呢 最早我们可能就要讲到意大利这些大师们 可能最有名的就是Vivaldi Vivaldi可能写的就是四季吧 大家一定都非常爱 古典爱好者一定都非常的熟悉 接下来可能就是海盾 海盾其实写过三个小进行协奏曲 我们都拉的不是很多 但是国际比赛现在一般到最后一轮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一个浪漫派的协奏曲 一个古典乐派 一般海盾的C大调或者是G大调 一定会在其中 摩扎特写过五首小提琴协奏曲 都是在他19岁的时候 在一年当中写成 充分能够体现他完全是一个天才啊 所以非常非常的 这是必须所有的大乐团的考试 都会要求你拉一小段协奏曲 特别是第三第四第五首 他后面比较成熟的 再解下去可能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三大协奏曲 那就是贝多芬 布拉姆斯和柴克夫斯基 非常有趣的是 他们三个协奏曲都是第一大调 三首协奏曲 这都是最最经典的保留曲目 可能还有一些 我们再往下说一些的话 就是门德尔松一小调 布鲁克也写过 其实布鲁克写过三首协奏曲 再加上他的苏格兰幻想曲 他的第一首 一小调 是一直是我们的保留曲目 他苏格兰幻想曲也是一首非常棒的曲目 还有西贝柳斯底小调 叫提琴协奏曲 当然我们讲到苏联的学派的话 有布洛克菲夫有两个协奏曲 像斯塔科维吉有两个协奏曲 格拉佐诺夫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协奏曲 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说必学的曲目吧 当然你学到比较你是一个专业的小提琴学生 演奏家的话 手里要有一大堆保留的曲目 我现在就因为时间关系 就避开讲一些弦乐四重奏和钢琴三重奏的关系 的曲目了 因为这一些也是一个 作为一个好的读奏家 必须的要补充的 室内乐也是非常要紧 现在我给大家回答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想知道现在的小提琴教学里 还有所谓的流派之分吗 很好的问题 小提琴教学一直是会有学派之分 有苏联学派 我们有法比学派 有匈牙利学派 有德国学派 有意大利学派 有奥地利学派 还有捷克学派 这可能是我比较熟悉的几个学派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学派 所谓的美国学派 美国真的是有文化的大熔炉 来到美国了以后 有这么多国家不同的演奏家和教育家 来到我们的来到这个国家 他们有各派的不同的长处 然后综合在一起 这就是美国的学派 这就是美国的学派 在美国学派里面最最有名的 可能在 1950年代左右 那就是有名的这个教育家 叫伊万卡拉米安 他是帕尔曼正经和 朱克曼和 叫Michael Rabin的老师 当时的朱利亚音乐学院 就通过他在那边教书的原因 出来了一大批 这四个是最为 是我们的先锋吧 但是他还教了一些其他的学生 还有在印第安亚大学的 有一个叫Joseph Gingo的这个老师 他是法比学派的奠基人 一再一的学生 也教出过像Joshua Bell 像有几个大乐团的首席 比如说William Prusso 科学团交响乐团的首席 还有一件Peaceville交响乐团的首席 Andreas Cardenas 都是他的学生 第三个问题 是请问古典小敌情 与爵士小敌情有什么差异 其中的差异非常的大 因为 古典的小敌情的 我们的学习是一个非常正规的系统 从小我们从师谱开始 都是从练习音阶开始 一个非常系统的 他有非常系统 有一个非常好的 已经有几百年留下的传统来追寻 这个爵士乐呢 他的传统就比较短一些 非常有趣这个问题 因为我现在住在Batton Rouge 离开新二两这个爵士乐起源地不是很远 爵士乐呢 它的训练系统不一样 它主要是靠improvisation 就是一种即兴的演奏 许多爵士乐的演奏家 都没有收到过什么正规的训练 在这里我必须提到一个非常有名的爵士乐小提琴家 他的名字他是法国出生的叫Stefan Grappelli 他是一个器材 音乐上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小提琴的艺术 我觉得我们古典音乐的高古典音乐的其实可以从爵士乐的演奏学习很多 他们在台上有一种那样的freedom 在台上可以非常自由 可以在即兴 其实我觉得这个爵士乐从某种角度来讲 其实我们以前协奏曲当中有的花彩乐端 这其实可能就是爵士乐的先曲 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些给独走家有充分的炫技的机会 对请大家看一看我给大家发一个照片 出名的小提琴爵士小提琴家Stefan Grappelli 请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他的唱片 你一定会非常喜欢 第四个问题是 请问作为职业小提琴手 最喜欢哪种演奏环境独奏 交响乐协奏还是室内乐伴奏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对我来讲作为一个小提琴 因为小提琴我们非常lucky 非常幸运 因为小提琴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乐器 我觉得我独走有一种怎么说呢 非常有乐趣 因为大家给我伴奏 我非常高兴我是featured soloist 这个时候整个的演出的灯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 当然我会集中很多时间 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总谱 听不同的录音 学习不同的人演奏的 从大师们学习他们演奏的方式 交响乐呢 是坐在乐团里面 跟所有的乐手一起演奏 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希望这个时候有一个好的指挥 我曾经跟著名的指挥 波恩斯坦 不是波恩斯坦 那个小泽正儿 Andre Preben 一些比较有名的大的指挥 那真是非常的享受 因为他们对音乐的理解 你在看谱子的时候 他们带来他们的演出的经验和不同乐团 他们演出的经验 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学习很多 还有呢 室内乐呢 又是另外一种 可以给我带来不同的乐趣 因为室内乐呢 是没有指挥的 是四个水平相当 互相都是差不多水平 都是四个有思想的人 特别是我是讲玄约四重奏的话 四个思想 基本上比较接近的朋友 一起来演出 这就给你有一个机会 可以互相探讨 有机会给每一个人有发言的权利 当然小提琴现在逐渐逐渐在21世纪 甚至于20世纪末就开始 我们也有给电影配乐呀 有做这些个事情 比如说帕尔曼就做得很好 做给Sindle的名单 还有Joshua Bell 现在甚至于钢琴的 中国的郎郎也给电影 他们这个电影 现在的这个电影业 发展的非常的快 已经逐渐逐渐跑到了音乐前面去了 在一个世纪前那个时候的电影 都是末片 都要靠一个图像以后要放一点音乐到最后 说帕尔曼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音乐来帮助电影 现在电影来帮助音乐的音乐的事业要靠电影 作为一个电影演员来讲 这个时候的收入要比一个古典小提琴家要多得多 下一个问题 17岁没有恋爱经验的大男孩在演绎情感方面 是如何发挥以至于完美表达作曲家的意念 非常有趣的问题 我觉得当然 我个人有这些体会 有一些恋爱的经验 会帮助一个年轻的演奏家 甚至年轻的学生 能够体会到许多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 如果在没有这样的机会的下 还没有情窦初开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通过阅读 阅读一些关于作曲家的生平 了解一些文化 可以现在互联网那么的发达 可以听一些大师们的 我特别觉得可以听一些老一代大师们的演奏 这个从中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然后呢 也可以从中国可能就是叫优酷网吧 还有携程网啊 这些的优酷网 这个上面我们可以找很多很多的视频来看 再说现在的 就是世界别的越来越小 每一年在特别是大城市 中国的北京上海 这些有许多许多的好的机会 可以现场观摩音乐会 这个从当中可以学到太多的东西 因为你听录音 到底还是比较是间接的 最后一个一个步骤就是 你要分析 你学会了这些东西 你要回来看 甚至于我还 指导我的学生说 你看到一个好的东西 你要学 看到一个不好的东西 你要学 他在拉为什么声音会那么难听 那就不要做 比如说可能是公子看的太厉害 那就注意发音的时候 公子不要太用力 公子把他拉直 公子要顺着的手的力量走 这些 第六个问题 请简单讨论一下 长期以美国为积极的小提醒家 和长期住在欧洲小提醒家演奏上风格 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这个呢 我觉得欧洲因为每一个国家 地域都非常小 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所以美国呢 其实所谓美国 其实是各派之综合 就像那个我刚才第二个问题的 学派的不同 所以呢 欧洲的学派会有他比较纯种性 比较 比如说法国的小提醒家吧 老一派的 比如说Francis Cardi 或者是Thibault 或者是Christian Fera 他们就会对法国作品诠释的特别好 德国的小提醒家 德国的小提醒家 现在我们从最老的一代 从Uarchim开始 之后通过Card Flash 教了许多许多学生 比如说Henrik Schering 然后再到后面呢 安妮苏菲木特 现在的Christian Teslav 还有Frank Peter Zimmermann 德国的学派 德国的学派跟他们人一样 非常非常的严谨 他们对德国作品的演绎 相对来上 就是比较的有权威性吧 还有俄国的学派 欧洲俄国 这是以技术炫技建成 从早一代的 最大的小青大师Heifetz开始 这些Leopold Auer的学生 Heifetz 米尔士坦 都是炫技助长 美国的学派呢 就是极各派之长吧 现在我觉得世界真是越来越小 美国的学派区别 可能因为美国的音乐厅 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比较的大 所以美国的 我觉得看过的欧洲一些学派 以前在音乐节啊 或者看过欧洲的学派 可能更加细腻一些 美国的学派呢 更加独奏家到出的比较多一些 美国现在年轻的一代 独奏家出的非常多 因为都来到这里 然后美国的音乐学院 以前有部分的资金 可以有比较很有才能的学生来到美国学习 所以有非常好的机会 跟各种不同学派的老师学习 我觉得现在的学派就是 美国的系统就是可以 跟不同的 我可能跟一个苏联老师学 可能跟一个犹太老师学 我可能之后又跟一个法国老师学 这样的话呢 极各派 什么曲目 在你学生时代的时候 什么样的风格都需要去掌握 等你成了名以后 可以专攻某一个部分 第七问题 很希望使小提琴更普遍化 怎么样改变人们觉得小提琴是最高贵的乐器之一的偏见 怎样能够使学生认为拉好一个乐器 能使音乐更高贵 而不是乐器本身及或自己的价值而决定 我觉得其实并没有 小提琴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大家肯定有这样的经验 小提琴其实刚刚开始拉的不好听的时候 真的跟杀鸡一样很难听 他说呢我们的学生一开始如果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的话 可能也花不了太多的钱 买一个买一个乐器 小提琴但是呢 我已经看过一个文章说 因为Jewish 犹太人非常 这是真的成为犹太人的一个乐器了 因为它不像钢琴一样 到处携带非常的方便 这个乐器 当你拉的好的时候 主要是其实是演奏的人 我觉得会带来有这种高贵的东西 当然也有很多好的作曲家为我们写曲子 所以呢它会有产生一种高贵的感觉 如果你拉一个很低俗的曲子 拉一个通俗的歌曲 它就不会有那样高贵的感觉了 然后呢 很有趣的是 嗯 这个 内森米尔斯坦呢 名的苏联小提琴家 被人采访他的时候 别人就说啊 为什么这么多 这个采访的记者就说 为什么这么多的小提琴 都是犹太人呢 都拉的好的小提琴 都是犹太人 他反驳一句说 并不是说 所有拉的好 所有的犹太人 都是拉琴拉的好 也有拉的不好的人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高贵的乐器 我觉得这是一种偏见 我觉得这个不成立 每个乐器拉好都不容易 每个乐器都可以出高贵的声音 我觉得大提琴就可以出非常高贵的声音 因为小提琴声音还是偏见的 大提琴的话 声音就比较偏人性化 更加符合那个人的 它这个震动的频率啊 更加符合人的这个嗓音 第八道 第八个问题 圣诞节前去听了一场 萨尔斯堡古乐团演奏的一场 复原特定时期乐器演出音乐会 请问一下巴洛克琴的特别之处 好 巴洛克的琴呢 跟现在的琴非常不一样 因为当时呢 是没有肩垫的 没有塞脱的 我说错了 塞脱对不起 所以呢 那个时候的技术发展 还没有到现在的 我们 帕格尼尼是个华时代人物 在帕格尼尼之前呢 基本上 如果大家懂这个小提琴的话 都是在第一把位演奏 大概是一把位到三把位 甚至一到五把位就最多了 这个时候呢 琴是放在胸前 而不是用一个塞脱和间点把它夹住 所以那个当时的技术 没有那么的 现在 像现在那么的高超 然后呢 当时用的也是叫阳长玄 这个玄呢 不像现在 现代的玄 外面是包的银丝 我有更大的震动的力量 杨长玄 声音比较的小 非常的柔和 当时的公子也是跟现在的公子非常不一样 当时的公子呢 因为公子会有一个弧度 当时的公子是向外弯 而不是向内弯 我等一下有照片发给大家可以看 乐器的纸板非常的短 好 请大家看一下我给你发的照片 发出来的声音呢 比较适合于小的教堂的演出 在大的音乐厅的话 一般这个巴洛克的乐团呢 比较难以让观众满足 因为音量实在是不够 请大家再看一下上面的图片 当时的小提琴看 是不是少了一个东西 你就是没有塞脱的 当时是不是夹在夜下 而是放在胸前拉的 然后公子呢 你看他的公子的演变 特别是第二张照片 那个公子逐渐逐渐 从刚刚起源的时候到现在的公子 最后一张这个图还画的不是很好 最后一把公子应该是向内弯的 一开始的公子原来都没有办法拉跳弓 都是在悬上拉 逐渐逐渐因为公子有弧度了以后 那个公子就有弹性 才会有帕根尼尼那些抛弓啊 调弓啊 这些的技术 也是时代的产物吧 第九问题 提醒材质源于欧洲 送中国加工后再在美国组装 应至怎样 在同一价位上 与全部由欧美制的有区别吗 制作非专业提醒一般用生长多少年的木头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现在其实啊 这个世界越来越小 其实在欧洲 就是说完全在欧洲制作的小提醒 不一定是欧洲人制作的 可能是中国人 现在有许多中国的学徒 在意大利的作坊里面 克里摩纳这个地方 就是以前这个三位大师啊 阿玛提 史莱利维瑞和 Graneri这个三个大家族的痔情 我知道有许多中国的痔情史 都在那边学习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没有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 天气的干和湿的问题 以前很小的时候 记得有这个笑话 中国北京做的琴 在上海没有办法用 在上海做的琴 在北京没有办法用 因为北京相对来讲比较干 那个木料悬料 跟中国的在上海的悬料 不太原因上海因为比较的超市 但是呢 现在逐渐出了 痔情技术越来越高 高超了以后呢 这个琴也会要适用各地不同的气候 所以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 一个业余的琴 我觉得 这个钱的木料 我觉得木料呢 怎么讲呢 现在因为做琴的技术 也越来越好 木料和油漆 油漆其实非常讲究 木料的年代 我觉得如果是一把新琴的话 那木料只有五年 木料只有五年十年 也能做出一把很好的琴 这就像 一把好的琴 对拉琴来讲 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但是并不是说这是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拉得很好的演奏家 当然需要一把很好的琴 但是他当他在一把不是很好的琴的情况下 也能够拉得很好 但是如果是一把很好的琴 有一个拉得不好的人 拿一刀手里一把好的琴 不好的琴 在他手里发出来的声音都是不好的 第十 作曲家写交响乐和协斗曲 是所选择的大调和小调 对作品风格有什么影响 当然有影响 最简单来讲 大调的代表是欢乐的 高兴的 或者是积极向上的一种气氛 小调是比较阴郁的 或者是悲伤的 我因为我自己是拉小提琴 我就以小提琴来讲吧 小提琴的特殊性就是 你看我刚才讲到的三大小提琴协奏曲 贝多芬、布拉姆斯和柴克夫斯基 这三个都是用低大调 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原因的是 我们四个空旋 我们极旋、低旋、A旋和E旋 我们都可以用得到 所以这个乐器的性能可以发挥到极致 还有一首低大调的协奏曲 是莫扎特的第四号小提琴协奏曲 这也是一个低大调的典范 然后我们再看一些小调的协奏曲 比如说 门德尔松的E小调的协奏曲 他就是他最后一首乐队曲目 作品64号 大家没有意识到 门德尔松其实也是一个天才 像莫扎特一样 他也是一年早逝 在1849年的时候就是离开了人世 大概才活了38岁吧 家里非常富有 而这个E小调 充分显示了门德尔松 他的阴柔的一面 他从来没有写过非常大题材 像贝多芬九首交响乐 他就写了五个交响乐 然后呢 他的交响乐的气派和轮廓 也没有像贝多芬那么的伟大 好西贝多斯有一首低小调 写作曲 很有趣的是西贝多斯自己是一个小提琴 也是个小提琴家 但是呢他一直拉不到自己满意 所以呢他就写了那么一首很 非常技术艰辛甚至是非常绕手 非常不舒服的那么一个写作曲 让所有拉小提琴的人来怎么样 受苦受难吧 suffering Bruck的第一首小提琴协作曲 也是极小调 非常有趣 大多数的作曲家都会选择大调 有一些Selstakowicz喜欢选择小调 他的曲子都永远是那么的英语 我想换一换 把11题和12 第11个问题和12 把11个问题放到最后来讲 因为这是我比较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 请大家先等一等 我先回答第12个问题 音乐教育可以培养音乐天才 还是天才是置身因素为主 我觉得如果是天才的话 那这是上帝给的财富 生出来就是有他自己的过人之处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天才 可能音乐界最大天才一个是莫扎特 五岁就可以写交响乐 就可以听一遍曲子 就过目不忘 还有我们小提琴界的最大天才 可能就是美纽音吧 他很小的时候 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可以跟纽约哀乐 连拉三首写作曲 贝多芬巴赫和布拉姆斯 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教的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天才主要是自身的因素 老师只能在这个时候呢 只是说给他一些自己的经验 就是可以带一带 而不是没有办法抹杀 或者是再让他更加的天才 他这个天才是真是伤天给的 第十三个问题 孩子练琴最晚多大开窍 到了哪个岁数以后 如果孩子还是没有积极性练琴 是否就应该停止了 当然最要看你的培养的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拉琴如果培养是一个业余兴趣的话 这个随时什么时候 你五十岁想开始拉琴都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给你个人带来的经验是不一样的 当然你要说你想要把自己的小孩 培养成一个职业的小提琴手 那情况就不太一样了 那就是趁 因为拉琴的年龄的大小 其实就是一个肌肉记忆力 你的右手做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教你的握工 特别是左手 手指放在什么地方 这是通过一种机能的训练 是要比较早开始 因为中国像我自己的情况就是 我是从五岁就开始的 但是你真的说七岁开始八岁开始 我觉得也不是很晚 如果你要走这条专业道路的话 再说每个人造化不一样 就是说到了一定的时候 一定会有那么一个转折点 当你自己爱上 喜欢上音乐 那就会 你就会进步的非常快 而是如果是家长一直逼着你学的话 到最后反而会越兴趣 会全无 越来越没有 第十四个问题 有一种说法 最近几十年有小提琴教学上的进步 对于有一些天分 并努力练琴的小提琴专业学生 掌握小提琴演奏技术 应该不是难题 那么海菲茨技术还是不能超越吗 感觉海菲茨美纽音的爱戴大师之后 小提琴演奏的风格 日趋一致 这个感觉是可观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可观 其实很有趣 因为 现在 我们小提琴的演奏 逐渐逐渐趋于 听上去 越来越接近的原因 其实呢 是 音乐学院 这么一个组织而造成的 当然 音乐学院 有点像 怎么说 有点像个 有点像个工厂一样 造出了一大批 好的 相对来讲 不错的 我不敢讲演奏家吧 就是拉小提琴的人 但是呢 他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个性 我们现在崇尚技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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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 缺乏的 是一种个人的经历 像 美纽因 海菲兹 这些大师们 以前是伊札伊 这些都是经历世界一次大战 世界二次大战 就全家 从欧洲 如果你是九月师 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 你还受到日亚外民族 纳粹的 怎么说呢 那个 迫害 所以你从德国再离开 要来到美国 这一些的经历 这种经历 而不是我们现在用音乐学院 在这个方法 能够取代的 我觉得个人的经历 他们经历 就是 我们说 吃的中国 古话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 当你的生活经历 有不一样的 获得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你在音乐当中的感受 也会不一样 因为作曲家 很少 门诺尔松是一个极少的例子 家里西北六四 这个家里是比较富有 大多数 作曲家也是一直生活在贫困线上 所以他们 音乐你如果没有受过一定的苦的话 你无法理解他音乐当中的苦 你无法把他音乐当中的苦 转变成甜 所以这一点 其实是音乐学院 做没有办法给我们的 所以需要 我们要去广交朋友 了解不同 对知识面也要广 要去周游世界 这些东西都是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体验 使我们成为更好的音乐家 第15个问题 请问如何看待考学面试或者比赛时乐器本品质 对评委评判的影响 当然在考学的时候 在经济可能的情况下 考学面试或者是比赛 面试我可能就是说考乐团吧 然后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在比赛的时候 国际比赛的话 对乐器的品质 这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好的乐器 我就拿个比方来讲吧 你如果能够懂得懂得喝酒的人 你一品第一口吃了一口 你就会知道这个好的酒啊 跟差的酒就是不太一样 一吃一喝就知道 好的乐器会给我们有太多的帮助 所以呢 如果经济条件可能的情况 经济条件可能的情况下 从小就能够让他拉琴的时候 让孩子们拉琴的时候 不要拉太差的琴 但是呢 从另一个切入点来讲呢 不是专业的耳朵呢 其实不一定能够听得出很大的区别 这个耳朵会越练越尽 如果我们平时一直听的 接触的都是一些好的乐器 好的演奏家的话 你的耳朵会越累一听 你知道这个是劣质的乐器 然后呢 我今天要讲到一个海菲茨 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玩笑 他开完一场音乐会 带到后台首 一个粉丝吧 上去就说 哎呀 啊 那个海菲茨先生啊 你这个 琴 太好听了 你这把琴真是太棒了 然后 他想了一想说 哎 拿着琴晃了几下 哎 他说 我怎么什么也听不见呢 很有趣的 其实这琴就是他 就是这个 就是要说明这个琴 还是要靠人来拉的 没有人在后面驱动这个琴的话 你再好的琴也是没有用的 这个乐器他没有办法自己发声音 是靠人有灵魂的 把这个灵魂注入到这个琴里面 这个琴才会能发出好的声音 第十六个问题 在买琴晴时如何大致判断这把琴 在将来时候会变好 四根弦平衡性更重要 还是每根弦各有特点更重要 经济原因不能买到两只都满意的琴 是 到最后这个 到最后都是这个钱的问题 我觉得一把琴呢 你拿到手第一不能太着急 你让卖家要给你一点时间 你如果自己不是很有经验的话呢 需要找一个有经验的 比如说乐团里面的朋友 或者是大学里的老师 或者是一个读奏家 帮你要一个拉的比较不错的人 去拉这把琴 让他使得充分发挥这把琴的潜能潜质 然后呢 还有呢很重要的是 如果这把琴你只是拉着野鱼玩玩 那就无所谓了 质量都没有关系 如果 如果这把琴你将来是需要开音乐会用的 那你一定要在大的 比较大一心的 在专业的场合 一个比如说一个能够做三百个人的小型的音乐厅 在音乐厅去试一试 最好的一个办法呢 还有呢就是就是AB test 就是说你有两把琴 或者你自己手里的一把琴 然后再有两把新的琴 你这样的话呢 那个blind test 叫帮你听的这个人 坐在观众席当中 背对着你 然后这三把琴 每一把琴 拉相同的一个乐曲 比如说 如何协奏曲的一开始 两句 或者是流浪者之歌最快的地方 两句 好 拉完以后 两分钟以后 写一写 换一把另外的琴 然后再拉两分钟 这样相比 可以叫一个好的演奏家在台上 你自己听 然后换过来 你在上面拉 让别人听 然后来比较 第十七个问题 国际比赛或者面试时评委 评判打分的原则有几点 为什么有时候大家好多人都觉得 会第一的小琴琴家 却总是得第二或者第三 他们和第一名的比差在哪里 比如2017年的Winyaski国际比赛 这个问题牵扯的有点远了 有点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我这样说吧 国际比赛到最后得奖的原因 有太多种太多原因 可能这个国际比赛的评委主席的学生 可能就相对于荣誉得奖的可能性大一些 因为 或者我们中国讲的叫走后门 很难讲 但是我觉得 如果像Winyaski国际比赛的话 我觉得如果第二第三名 应该就是这个应该是水平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欣慰的一点 如果你是一块真材实料的话 等你比赛完第一名 你可能会红火一震 如果这个对音乐的热爱会逐渐的减少 你如果不是真的是对音乐的热爱 你是为了比赛而比赛的话 到最后肯定是走不长的 而相反来讲 有一些比赛一开始得第二名第三名的人 到最后逐渐逐渐的走在国际的舞台上 这个就是怎么说 这个世界的公平之处吧 不一定第一名以后 就保证你以后有一个很了不起的 在世界上舞台有找到自己的位置 真是因为这最后被称为大师的人 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些人 还有一些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比赛过 马悠悠比如说 就没怎么参加过什么比赛 但是你看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演奏 又有亚洲人的细腻是吧 又美国人的开放的这个这个演奏 技术和音乐上都是非常的 双方面都是非常的接触 第十八个问题 起门教学是如果不贴胶布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帮助学生孩子的音准 我觉得胶布是最好的办法 因为小孩当时呢 他因为还比较怎么讲呢 肌肉方面呢也没有长得很好 然后呢耳朵应该没有发展得很好 当然平时拉琴 教小孩拉琴 我觉得很重要 平时要一直让他们听音准 比如说现在网上可以找得到许多 比如说音阶 你就网上去找一个音阶的视频 或者是音频 让他反复的听 听完以后呢 其实就是一个叫muscle memory 就是左手的肌肉的记忆 你的肌肉就知道 这个手跟那个手当中是分开 大概是多少距离 当然家长要非常有耐心 因为老师教完以后呢 一个礼拜 比如说半个小时上完课以后 要靠教长帮他盯着看着 因为这时候家长可以有这样的耳朵 可以有辨别的能力 知道音大概在什么地方 还有一个办法 不贴条 逐渐逐渐胶布以后 你可以用铅笔 逐渐逐渐让他改掉这个喜欢 贴完胶布以后 可以用铅笔淡淡的画一条杠杠 到最后可以逐渐逐渐把那个胶布去掉 然后铅笔也去掉 手指逐渐逐渐习惯了 而且要反复的练习 比如说从空旋到一指 空旋到一指 拉他个十遍 二十遍 准了以后 拉他连拉个五遍 速度可以从慢的到快的 然后再到慢的 变着速度 之后充分了解到 这个手指往什么地方按 之后第二天再反复 你反复反复一直的反复的话 之后就能够能够记住 其实就是一个肌肉的记忆力 对我来讲 好 第十九道 镜头低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间电换来好多种都不管用 小提琴规范性中 有一条是镜头要较高 高镜头和低的镜头 除了外在形象看着不同 还有什么较大的区别吗 因为我在看视频是看到 小提琴大师琴头也有低 也很低 比如前一人看的 也都是演奏的下空 当然 琴头取得高最大的优势 对我来讲就是 你可以呼吸很自然 琴头低的时候呢 你这边胸口这边 就是有点被压住 你在走高把位的时候 不是很方便 但是呢琴头低 就琴拿的高和低呢 其实跟脖子的长短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有些人脖子如果很长的话 他一定要把头那么凑下去 按住那个琴 我的办法是尽量让学生 在加入琴的时候 夹在那个腮脱 头按在腮脱的比较边上 然后呢 想办法把那个琴提起来 因为呢 这个其实琴 举的高和举的低 除了看上去 视觉上来讲的话 其实对我来讲 差别并不是太大 但是呢 琴一定要比较放松的 处于一种放松状态 把它夹住 你如果琴不是靠 筛脱靠肩膀 靠这个脖子下这个舌骨 把它夹住的话呢 你的手就没有办法 再换把位的话 没有办法被你完全的自入 还有呢 其实琴加的低呢 在比较早的时候 拉巴洛克小提琴的时候 他的tension 他的整个的弦的那个 不是一种 是一种高压状态 弦的tension也比较低啊 纸板也非常的短 所以呢 并不是不可能 只是说现在琴头举起来 有一种高压的感觉 然后呢 声音 传的确实是比较远 你在拉协奏曲 在一个比较大的音乐体 拉协奏曲的话 你有一种气势 这个一上台 有种气势可以压倒人的感觉 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吧 琴举的高和举的低的区别 好 第二十个问题 风格的形成 你觉得第一 第二或者最后的导师 对你潜移默化最大 不一定是时间的长度 影响的力度也有不同 也是不同的 或者需要一定距离 在思考回味 另外 我想表演的压力 会不会是很大 怎样可以寻求一种平衡 我觉得风格的形成 一开始的老师 刚刚开始启蒙老师 我觉得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所谓风格 当时那个时候还在杀鸡 非常很难听 当时先要把工具拉直 先把最基本的那些东西 用多少工往 怎么样握工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把它弄好 我觉得一开始的老师 还有呢 老师 当你有一定的基础以后 我觉得一定要鼓励 多听多看 多去研究 我总结的几点 第一个是听 有各种 好的音像资料 可以听 可以看 不好的也可以听 可以看 知道不好的地方 为什么不好 然后 然后 开始 动脑筋 想 比较 好的东西 好在什么地方 不好的地方 发音 比如说这个人柔选不好 因为他不连贯 比如说这个柔音好 他因为是连贯 而且柔音有变化 你要思考 然后第四个就是要自己发展出自己的一种通过看 通过想 而不是去copy别人 而不是去怎么样复制别人的拉法和演奏的方法 就要形成自己的一种系统 我觉得老师的影响是有 但是当你在一定的程度 当你拉琴拉了十年十五年以后 你逐渐逐渐自己越来越成熟 其实我觉得对作曲家的了解 比老师可以给你的 老师一个课堂上 每个礼拜 大概专业的 中国现在是可能上一次课一个半小时吧 美国的学校 音乐学院的话上课才一个小时 你真的老师给你的 那个支持面 是非常狭窄的 所以呢 你可能回去还要花很多的功夫去研究 比如说我拉贝多芬小听协作曲的时候 我可能会对他的交响乐也有所了解 对他的弦乐四重奏有所了解 钢琴三重奏有所了解 他的大提琴奏名曲我也知道 他的小提琴奏名曲我也需要了解 因为每个作曲家的他分隔都会有接近的地方 他作曲家你听多了以后 贝多芬的曲子听上去就是贝多芬的曲子 柏拉姆斯的曲子就是柏拉姆斯的曲子 所以呢 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学生要做好功课 而不是完全靠老师来带领 哦 讲到这个表演压力的问题 对我们要非常聪明的运用这个演奏的压力 表演的时候完全没有压力的时候 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个时候你会思想会不集中 你会开小差 当一个手机响了 小孩哭的时候 你会就肚子会找不到 有那么一点点压力让你会思想非常的集中 当然过多的压力 你在一套准备一套音乐会的时候 需要花许多时间看总谱 听唱片 学习 研究 非常认真的排练 这些东西都非常要 或者你是出城去演出的话 早一点到那个演出的场所 试一试在演出场所 试试音 然后呢 演出前前一天 希望能够睡个好觉 这些东西都是帮助你的音乐会成功的一个部分 但是呢 在上台的时候稍微有点小紧张 其实反而可以把这个负面的影响变成正面的 使得你更加思想集中 好 徐老师也给我提出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第十一个 那个有一个朋友 我就是把他留到最后 徐老师是跟我说是大师演奏风格新老演奏家的区别 第十一个问题 一个爱乐者提的是能不能简单认述一下几位 几个著名小提琴家演奏的特点 为什么多数爱好者听不出来的区别 有意思 好 我们现在 当代人是非常幸运 特别是有一定基础的 现代人非常的幸运 可以去听一些现场 特别是你住在一些国际大住所 比如说上海 北京在中国 在美美国的话 可能在芝加哥 或者在纽约 或者是在洛杉矶 在欧洲那就多了 柏林 或者是巴黎 或者是威延纳 在以前的时候呢 比较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的学习 我们听到的东西 是通过唱片 听到录音 所以我们这个小提琴整个的发展史 最大的一个画时代的人物 空前绝后的人物 两位 第一位可能就是帕格尼尼 第二位可能就是海菲茨 我先来讲这个帕格尼尼 帕格尼尼之前呢 所有的东西呢 基本上小提琴呢 技术都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因为也是用一个巴洛克乐器 巴洛克的公子 自从帕格尼尼之后以后呢 帕格尼尼这个人本来就是个鬼才 他呢 再加上他学了三年的吉他 他有许多用吉他的里面的技术 比如说左手的拨弦呢 右手的抛弓啊 这些东西 直到然后他又受到歌剧 同时代的若西尼啊 唐尼采蒂这些人的影响 所以他的作品呢 有非常多的 有很大的歌唱性 Belcanto美声唱法 然后再加上他的左右手的技术 自从他以后 整个的演奏乐器的水准 就提高了很多很多 好 到二十世纪初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有三位大师 一个叫Yosef 约阿西姆 跟布拉姆斯是一辈子的挚友 这是德国学派的奠基人 拉琴呢 比较的刻板 但是拉琴在音准上 对乐曲的结构上 是非常非常的严谨 跟他走在相对 相对来讲 是一个对立面的 叫帕普罗斯萨萨蒂 就是写咖门幻想曲 写《流浪者之歌》的这位演奏大师 是一个西班牙人 他是以炫技著称 他很有趣 他的炫技跟帕克尼尼不一样 因为他用的手非常大 写一些非常难的 手指扩张的 帕克尼尼手 那个斯萨萨蒂的手非常的小 所以呢 他的炫技呢 只适合于他自己的手来演奏 但是呢 他的写作的曲子 曲目和他自己的演奏风格 都非常的精致 他们两个的综合版 就是这个法笔学派的典击人 叫Eugène Isai Esa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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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aï呢 是一个300磅的大胖子 发音洪亮 在舞台上 一上台 这个台下 美女 中年女子和老年女子 就昏倒一大片 他这个气势就压倒人 发音洪亮 技术 又对曲子尊重曲子的原作 他就是综合了 Eugène和斯萨萨蒂的 两位大师的气质 然后呢 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曲家 当时他在法国的时候 才是比利时人 在法国和德标西啊 和弗雷啊 和弗朗克啊 弗朗克其实的奏鸣曲是献给他的 是 献给他的 结婚礼物 我下面给大家 这边我给大家推荐一张唱片 在很多很多年前在英国买的 就是所有 当时留下来不多的录音 Sara Satie和 全部的Sara Satie的录音 当时他已经60岁了 已经不是他最佳的演唱 让他 Yahem也是 有那么几首小的曲 再加上部分的一加一的录音 请大家可以以后有兴趣 在网上找一找 好 再往下讲 可能就是 克莱斯勒 这个克莱斯勒呢 大家都知道 他写过最有名的 可能对中国人来说 有一首叫中国画骨 是1923年到中国演出的时候 看到中国马路上车水马路 骑自行车的人啊 各种的灯啊什么的 写了一个将近于五声调试 但是又一听就是外国人写的一个中国曲调 有点外国人讲英语 讲中文的感觉的 这么一个人 他的是个奥地利学派吧 奠基人 他的笑话呢 再年轻的时候呢 去考维也纳爱乐乐团 维也纳爱乐乐团说他节奏不准 居然没有录取他 也是真是因为这个挫折 我们才有了一个世界一流的小提琴独走家 不然他在乐队里面就真是埋没他的 埋没他的天才了 克莱斯勒是我一个非常热爱的小提琴家 可以在上网去找一些 特别是他拉的一些小曲子 他的一些协奏曲可能在风格上变化上有点太多 他变化有点怪异 他那些小曲子呢 他的Rubato Tining 他的弹性节奏 每一句 你完全没有用节拍机可以打 每一句 都有自己的一种特殊的见解在里面 然后音色非常的漂亮 下面给大家介绍 Jactibo Dibo 这是法比学派 也是一位点基人吧 这个小提琴家 曲目量非常的小 发音 非常的有肉感吧 他的实音 就是说非常的柔和 法国学派的点基人 他最有名的唱片 我会给大家发过来这里 谢谢大家 你们都过奖了 好 我可能还可以再讲个五分钟左右 然后请大家提些问题 我以为九点半之后我会有一些事情 好 谢谢 好 我继续讲下去 再下面一位大师 叫 Yan Kubelik 如果大家知道 Rafael Kubelik 是一个很有名的捷克作曲 指挥家 他是他的父亲 是捷克学派 Kubelik 对 他是Shefchik 写过手指练习的 这个最有名的学生 很有意思 他的故事是 在上台演出前 还在拼命练 手指练习 练到手都快出血了 这一位 是属于技术上 Lapagn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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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灵之舞 这些曲子拉得非常棒的一位 杰克小提琴家 请我给大家上图片 如果在美国的朋友 我给你们 你们有兴趣的话 我给你们上的这些图片 你们都可以把名字打到YouTube里面去找 在中国 可能要在YouTube上 或者其他的视频的话 其他的视频网站 试试 再下面一位 叫Braneslaw Huberman 这是一位波兰的小提琴大师 一直在欧洲非常的走红 在美国不是很红 因为当时在美国 已经是亥非子的天下了 这个Huberman 拉琴声音真的不是很好听 非常的粗糙 但是他的音乐的结构 气势掌握 超一流 所以可能听一听老一派 前面这个问题是 听众和爱好者听不出他的区别 你听听他是代表一些老一派的演奏 你觉得跟现在的演奏会非常不一样 一听就会知道 好 给大家上照片 下一位是Misha Elman 这也是亥非子的师兄 这个是代表最最romantic style的 他有一本书 居然还叫Misha Elman The Romantic Style 读过很多次 这一位 这一位小提琴家呢 生不丰适 生不丰适 生了 在最最 拉琴在巅峰时期 来到美国以后呢 出来一个实地 叫Heifetz 这一下 一辈子 就抬不起都来 很有趣的这个故事是 在Heifetz 来到Carnegie 1917年来到卡内基音乐厅开音乐会的时候 他也去听 所有的人都因为他的名声 已经名声在外 做船 做了一位 来到纽约开音乐会的时候 Misha Elman 也去听 跟旁边坐在旁边的钢琴家说 哎呀 我没有发现 听完上半场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这个听怎么这么热 旁边的钢琴家 Goudersky 旁边的钢琴家 Goudersky说 哎呀 我没觉得 我对钢琴家来讲 不觉得热 听意思 给大家上个照片 音色非常棒 而且这张唱片 请大家一定在网上找一找 还是跟 Carruso 歌王 唱的宣传 Joseph Sighetti 好 Sighetti 有一个笑话说 他的名字 有点像Spaghetti 有点像意大利面 Joseph Sighetti 是一个 拉琴怎么拉拉拉拉去 也技术没有办法很完整的一位 因为他的手臂实在是太长 再说以前是学的是 德国的老派的 夜下加树 加在树下面 两个胳膊把他放得很低 所以呢 造成他拉琴看上去 有点击手压脚 因为在说手臂太长 但是呢 他是对音乐非常 对总谱 有非常高的 理解 然后呢 对音乐的总谱 有非常深 非常对整个结构 曲目的结构 有非常深理解的一位小提琴家 特别是早年 他路过的一些东西 非常棒 甚至到晚年 已经柔音慢的不像话的情况下 他仍然 音准能够保持非常的准 很不容易 给大家上把 好 再下一位 就是大名鼎鼎的 艾菲茨 这是音乐界的帝王了 非常传奇啊 十一岁就已经跟柏林爱乐读奏 然后 1917年在卡内基的音乐 音乐会是所谓画时代的音乐会 他的曲目量非常的大 各种音乐都有设计 虽然很多人对他的古典乐派 莫扎特和别多芬 觉得有过分炫激的嫌疑 他的问题在于每一次音乐会的时候 你的感觉他的音乐 他的名字要比巴赫的名字都要大 而不是为了巴赫的音乐而服务 一听就是海菲茨 他最最杀手锏就是 最著名杀手锏就是华音 声音非常的绚丽 这个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 海菲茨声音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一听两秒钟之间就可以知道这是海菲茨 当时名气大盗已经连万宝路都请他做香烟广告 请大家上演 Zeno Franciscahti 法国的代表小提琴家 这一位他没有正规跟老师学过 就是跟他的父亲学过 他的父亲是帕文尼尼学生的学生 所以他是有点法国和意大利的血统的低传 是等于是帕格尼尼的低传低子 他的帕格尼尼协奏曲非常棒 他的圣桑第三小听协奏曲非常棒 他的法比学派的 比如说圣桑啊 什么 Rabel Tegang啊 这些法国小提琴家 就听他们法国的曲目了 非常的棒 尼尔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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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普世无华 一点华丽的东西都没有 但是你听了一遍呢 你觉得 等过一段你又想再听一次 他对我的 对我的艺术 自己的个人的艺术的发展也 有很大的帮助 非常喜欢他 他最最有名的一首曲目 就是Goldmark协奏曲 很少有人知道 这首曲子是在 可能是二十世纪 一九一几年 二几年左右做的 一首晚期的浪漫版作品 已经很少有人拉了 但是他是这首曲子的专家 Baby Oyster 当然 Oyster名气太大了 一九五七年还回到 来到上海 中国演出 到现在还在找大的中国 中途公司出的唱品 是 所有人认为是最全面的 具 又有 全面的技术 又有非常广的曲目量 非常遥不起 大家都非常喜欢他 虽然他没有怎么录过 巴赫的独奏的巴赫 独奏作品 有一首早 早年他录过 一个巴赫的独奏作品 但是不是非常的成功 还有我个人有一张收藏 他的天方夜谭的 Rimsky Korsakov天方夜谭的那个独奏 也是在他没有很成名之前的 一个乐团请他去做客座首席 我觉得也不是非常好意外 基本上每一张唱片都是那么的棒 他 当然 他的苏联的学派的曲目 那些曲子 Shostakovich Kachatulian Prokofiev 有些曲子都是为他定身打造的 所以 当然是权威性是 无可厚非 甚至于在拉Shostakovich的协奏曲 这么 英语的曲目 没有一个难听的声音 从他心中发出来 很了不起 叶护迪梅纽音 这就是前面说到跟莫扎特一样 莫扎特转世的神通 从小 在十几岁时候 已经跟纽约爱乐合作三个协奏曲 老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太天才了 什么东西 一变就可以记住 技术 这个 就是 就是都是天然 但是在晚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从小拉琴从来不用动脑筋 直接就出来 像个水龙头一打开 水就自动流出来了 到了晚年以后 在技术上和音乐上有很大的困难 非常有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16岁的时候 75岁的艾尔加 他居然请了他作为独奏来演出 出了世界上的唯一的比较早的几张艾尔加小提琴协奏曲的全部的协奏曲 因为当时录音技术还不是很很全面发展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 曲子都被abridged 曲子都被筛卷 签短 但是他是第一个 他是第一个小提琴家录了这个艾尔加小提琴协奏曲的这张曲目 这个这个协奏曲到现在 EMI到现在一直在他们的这个Catlock里面从来没有停止过发行 而且他对中国人中国的年轻的一代小提琴家非常非常的友好 他也是提拔了一些 你看汪小冬啊张乐那个时候国际比赛得奖 都是他提拔 然后又去英国念书的胡坤也是他的德意门生 Rugiero Ricci 李奇是个意大利血统的很很有名的代表人物 前面讲到那个青头曲的很低的 只以为就是很有名 因为他手非常的小 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帕格尼尼的专家 他是靠倾家的D 然后呢 左手的大拇指不动 而获得这种这样的效果 因为他不靠换把揮 这是帕格尼尼的也是一个帕格尼尼的观点 就是因为帕格尼尼手非常的大 所以他不用换把揮 Rigci是靠这样 请大家以后可以上网去找一下他的视频 拉琴 看上去不是很有气势 但是他是帕格尼尼拉的非常好 帕格尼尼的专家 给大家上一个 他小时候 他以为是神童 跟梅扭音 跟梅扭音一起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是李奇 下面是梅扭音 跟他的两个妹妹坐在自行车看了 太可爱了 刚才忘记了 梅扭音 我的老师 我的恩师 中国的恩师 袁培文老师 以前有带张乐到梅扭音国际比赛去当评委 就是当辅导老师的时候 他跟梅扭音有一面之交 这张照片 我已经珍藏很久 请大家过目 Henrik Schering 好 谢灵 这个是中国的小提琴姐 都知道他是波兰人 拉琴非常的一板一眼 非常对我来讲 有时候偶尔有点血糾气 但是呢 他对巴赫 莫扎特 贝多芬 这些 德国的 这个正统的这些个 主要的主渠道曲目 都是有非常 权威的诠释性 他因为是卡斯拉斯的学生 卡斯拉斯的学生交出来呢 跟Leopold Auer交出来 海菲兹那个学派非常不一样 拉琴非常的想法的非常 怎么说呢 工整吧 拉琴 请大家看看 他的巴赫古伴奏也是堪称是绝版 埃塞克斯特 斯团 这是美国的音乐界教父 1960年拯救了卡内基音乐厅 整个拉琴来讲呢 很有气势 虽然我对他的发音 有 有点 不是完全赞同他的发音的方式 我觉得发音声音有一点点紧 但是拉琴非常有气势 也拉了 对音乐 美国的音乐教育 对美国的拯救卡内基 当然是他最大的贡献 以前出生在 跟旧金山交叉一段的首席 学习 后来逐渐逐渐来到了纽约 然后有自己的独咒生涯 有一张他很小的时候的照片 请大家看看 跟现在已经过世了 但是跟后来 从小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脸的样子跟现在一模一样 阿瑟格鲁米欧 这个是格鲁米欧 这是 我逐渐逐渐越来越喜欢的一位小提琴家 拉琴非常发笔学派的点击人 非常的清秀 他是以莫扎特建长 他的八合五伴奏也非常的棒 而且他是一个双专业吧 自己非常了不起 能够自己钢琴能够弹得非常好 所以他对钢琴合作者的要求非常的高 他最喜欢合作的钢琴家 是克拉拉哈斯蒂尔 罗马尼亚的钢琴家也是一年早逝 他有一张非常奇特的唱片 是他自己录的 布拉姆斯第二奏名曲下一个 摩扎特的晚期的奏名曲 他是又弹钢琴 又拉小提琴 这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干得了的事情 请大家看一看 最后一个大师我这边介绍是Leonid Kogan 科刚 这也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 苏联的学派的大师 跟Eutra的并列齐名的大师 科刚呢 发音量巨大 据说听过他现场的人说 坐在前面的舞台简直没有办法听 但是从第五拍以往后 声音像金子一样 发音气势非常大 他最崇拜的偶像就是海斐子 也似曾想学习海斐子拉琴 但是跟海斐子风格还是不一样 拉琴对我来讲 听上去声音上面比较硬 比较的硬 但是对苏联作品的诠释是非常有权威 发音比较的硬 这个可以听得出来 一听就是科刚跟所有人都不太一样的一点 好 我最后再给大家发几张 我有一些我个人的收藏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也希望大家就是多听听 这个问题我扯的比较远 多听听老一派的演奏家 他们的声音 当然唱片上可能会有一些service noise 就上面会有一些噪音 听上去 一直会有这样的声音 但是你耳朵尽量把那个过滤掉以后 你听听老一派的演奏家 比现在新一代的演奏家要有趣的多 好我给大家稍微发几张照片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这几张都是我比较钟爱的唱片 第四张照片 是我办公室一些著名演奏家的照片和肖像 第六张照片就是美国的著名小提琴教育家 盖拉米安就是帕尔曼 朱克曼 Michael Rabin 还有郑金河的老师 第七张照片应该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是米尔士坦和弗兰西斯卡蒂 两人在讨论公子 第五张照片是请大家看一看 当时老一代艺术家 克莱斯勒当时比海菲茨还要名气还要大的时候 的演出的日程到处 他们当时还只有只能坐火车只能坐船 你看看演出的频感率 也不比现在当代狼狼差多少 大家说是不是 最后一个照片实在是不好意思 把自己给放上去 这是自己的一些收藏 一部分的收藏 学校里还有一些东西 这个是在家里的一些收藏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们是李宗你 早上手马度 了 我 Untertitel